這一段這個小時 訪問的是台南市長 黃偉哲 那我們其實也在前幾天的節目中 有預告會請市長來 那也有很多網友 對市長有非常多的問題 對你很好奇 因為很多人都說你也是網紅 沒見過南部人嗎 我們這是全國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問 所以我們現在請市長 我們整理了一些網友 有興趣的問題 然後分成命運跟機會兩組 那請市長 要選 大夫翁 要選這個有志手上的命運 還是我手上的機會 可能選一題而已 沒有 選很多題 那我先選機會 好 先選機會 我抽一個 這個 曾經有因為妹妹黃志賢 和你立場不同 想跟他斷絕關係嗎 市長 好像每一個人去問你的人 就是都 就是去採訪你的人 都會 沒有 去採訪市長的人 都會問到這一題 對不對 這個其實在我比較年輕 還少不經事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真的發現 跟我妹妹走不同的政治立場 而且備受黨內批評的時候 那時候曾有這樣的一段 一段想法 但是因為血緣是切不開的 而且現在 包括很多黨內的人 包括很多黨內的先進 事實上他的父子或是夫婦 甚至於兄弟姐妹 都是不同的這個政治立場 所以說我想說也沒什麼 所以我們覺得 其實我們現在都還OK 沒有什麼所謂 什麼脫離切斷不切斷的問題 市長你跟妹妹差幾歲 差1歲而已 只差1歲 OK 你們除了過年過節 大家會聚在一起 平常有沒有很親密的往來 平常還好 各忙各的 因為他現在也很忙 我現在也忙著防疫 所以也很忙著市政 你們見面是會聊政治嗎 盡量不要碰政治的議題 因為碰到政治的議題 就是有理說不清 因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最有理 你像韓粉跟柯粉 見面的兩個能夠聊得下去 或是韓粉跟英粉對不對 所以最好不要談政治 有沒有印象中你比較 讓你有去圍到的 兩個兄妹之間的有嗎 因為我要選舉 我要選舉就必須 爭取黨內的支持 而黨內的人常常會把這個 當作提款機 見縫插針 這個當作提款機 就說你妹妹 你連你妹妹都管不好 你還怎麼樣 你妹妹是懶得 所以你這個人忠誠度有問題 你的血液抽出來看看 是不是懶得 你兒子都管不好 還要當召集人 你幹嘛轉移話題 我OK 你先滑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人難免會這樣子 因為黨內會把這個當提款機 這個時候 這不需要我講 因為過去已經是個事實 而且已經發生過了 所以坦白講我會比較受傷 但我妹妹差 因為她也不選舉 她是名嘴 她過去也是節目主持人 她愛批評誰 愛罵誰 從來沒有人會質疑說 你是假藍軍還真藍軍 但是我一直一路走來 從政 從立法委員到現在 已經十幾年了 都一路走來被質疑 這也是我某種程度來講 是滿通的 妹妹會跟你說sorry嗎 沒什麼sorry的 因為這就是她 這就是我 不會 市長要不要在選命運 你要選他 只好選命運 比較輕鬆一點 輕鬆一點 看一下 我看你在挑 好像挑男的 沒有 我本來想挑一個輕鬆一點 好 挑輕鬆 好吧 你心目中民進黨 我笑太大聲 我本來要幫你挑比較簡單 我笑太大聲 我笑太大聲了 你心中民進黨女神是哪一位 那我受傷 奈品瑜 高嘉瑜 蔡英文 他們是不同世代的人 那你再挑另外一題 不行 我已經給你一次集 我本來要換的 市長 你心目中的女神是誰 民進黨女神 奈品瑜 學運女神 高嘉瑜 港湖女神 蔡英文 台灣女神 我選自由女神 不行 不行 我目前為止沒有 這三個都感覺 但蔡總統我們是很尊敬的 高嘉瑜是很強烈 很犀利的 奈品瑜是318學運的漢將 所以我們三個都接觸過 三個都很強 所以三個通通是 有沒有比較 沒有比較 有沒有在不同領域的比較 沒有不同領域的比較 有沒有在你心裡面 可能看到哪一個眼睛 會多停留兩秒的那種 完全沒有 你看一看 實在 好啦 我們現在 就放過市長好了 市長 那你現在選我 選我 選我 好 選第一張 選我第一張 好 聽說你勤儉持家 很空門 這個也是江湖傳說 對 什麼 大家記不記得我初選的時候 說我什麼便當 私藏便當有沒有 把便當拚起來 那是我的政治對手 有人在弄的 對不對 那個時候 其實我是比較節省 我自己會比較就是說 我舉個例子來說 立法委員 我在當立委的時候 我當了世界立委 每一個立委 在剛當的時候 以及第二任 第三任 第四任 我有試試機會 立法會撥20萬給你 裝潢你的研究室 裝潢你的研究室 你把它裝潢成歐風 什麼什麼風 什麼 起體風 對 我都沒有花那個錢 大家有時候 有自我 或者是牽著你 有時候去我辦公室 或者我們的媒體 媒體記者跑我辦公室 都看我們 辦公室貼 掛很多帽子有沒有 貼很多結婚的謝卡 然後我說是那個 我就沒有花錢佈置 那就是你的裝飾 我的家具哪裡來 就因為立法院 很多委員卸任之後 有一大堆家具 或是OA 或是什麼東西在那邊 我們就把它弄過來 回收起來 所以你說 那我們對自己算是很揭曉 那我現在當市長 當市長 我進去市長辦公室 有沒有人大興土木 把這個方位改這裡 改那裡 把那個門 這個門封掉改那個門 封水 我都沒有 我花多少錢 來佈置市長的辦公室 零 我沒有花錢 我是把立法院的帽子 再搬去市政府的帽子 弄起來 貿易是零 對啊 原來桌子原來是沿用以前的市長 因為都還可以用 市長的坐車以前都是比較高檔的 我就把它換比較平價的 因為我們那是租的 一個月那個時候要租6萬8 我說我那個就租成 換成3萬的 省價3萬8 你說這樣子 這當然是省小錢 省小錢 省大錢 你知道碰到有些市政建設 我們碰到這個花起來 動輒幾百萬幾千萬的 我們都要很嚴肅的把這個錢 當作自己的錢 不是把公款當作我錢 把這個要花的錢 當作我們家的錢 笑我一下 我都在冒汗了 對 我也是 我要解釋一下 把那個錢的花費 當作是自己家 因為有些人說 反正是花公家 不是花我自己的 有些人花我自己的 他就會很節省 花公家他會很浪費 所以說我們是把那個當作 我們自己的錢看得很緊 所以盡量少 要在工廠上也要節省 當然在自己的花費也要節省 今天很高興找到這個 請到台南市長韋哲 黃小哲來幫我們介紹 我們台南 其實剛剛節目一開始 我跟友志用APP 訂了非常多的台南的 算是特產嗎 對 名產 台南好麵 是 有了 我再講一下slogan好不好 有台南好麵 何必搶泡麵 對不對 這是因為最近很多人 在搶物資 所以韋哲市長 特別從台南快遞過來 特別趕快拿過來 提判政經話節目的 現場的觀眾朋友 可以來匹匹一下 大家看到這就是台南好麵 然後把這個醬汁拌一拌 就很好吃了 你看 有點像蒸拌麵的感覺 對 就是那個味道也不差 這是鹽水日曬意麵 鹽水日曬意麵 你看 多好 這只要是要拌一拌 你只要把它用水煮一煮 然後醬汁倒進去就可以了 非常簡單 非常簡單 來 真的好香 對啊 這樣好不好 共吃一碗麵表示好朋友 一人一拌感情比較不散 對… 沒有 我吃給你就沒辦法吃 我要用這個好 我用這個 我噴一些 真的好香 肚子好餓 對… 現場節目在吃麵了嗎 有啊 來 市長 那我再講一下那個 麵好Q 醬汁好香 真好棒 市長 這不是就是偶像劇 想見你的台詞嗎 對 在我們台南拍的 想見你是在我們台南拍的 是 我也去過那個景點了 來 好 我可以吃是不是 好 你先吃一個 我可以吃一口嗎 你把它拿去吃 不錯吧 好香 這保證原汁原味 我沒有加其他的料 就很簡單 就麵條再上你那個醬包 對 而且那個麵條很Q 很Q 這有油蔥的味 對 而且 你知道嗎 這個麵 我現在節目變成推銷麵 但我簡單的講 這個麵 這是我們的鹽水液麵 這個麵 坦白講 就是用煮得很好吃 你去泡麵都有油炸過 我們這是天然日曬的 油炸過的麵 容易有油耗味 然後又放不久 口味太單調 市長 這有廣告嫌疑 現在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是農會的 農會的 農會的沒差 又不是替商業廣告 市長 我們剛剛講到偶像劇 我們知道這兩年 台南其實好像置入了一些偶像劇的這個場景 在一些劇裡面出現 那其實也得到非常多的好評 這就是市長的點子嗎 包括了剛才現在正在熱營中的 是不是 想見你 還有之前我記得有個張嘉玲的那個片子 這個蘇女養成記 蘇女養成記 這個我有看 我覺得非常打動我們那個階層 那時候的小時候的回憶 之前有公式的一部片叫 與二的距離 是 講是都會精神壓力 變成一個精神好 這個身心病的人 那個差不多同一個時候 還是稍晚一點 就有一部片叫想 這個蘇女養成記 在我們台南後壁拍的 是描寫一個年輕的女孩子 請導播讓我們看一下 想那個蘇女養成記 蘇女養成記的片段 她從去北上 然後在若干年後 回到她的故鄉 想到她那個時候 想見你是另外一個 就是很年輕的小 就有一個時空 平行時空那個概念 她是在台南的市區拍的 所以我們台南的鄉下地區的 蘇女養成記 到2020的市區 對 想見你 黃偉哲想見你 那個就是什麼 你看又面 又是面 那個就是郭紹義面 想見你的場景 我們去那邊走 然後蘇女養成記跟想見你 我們市政府 都有小小的補助一下 雖然只是幾十萬 但是我們覺得也 就是說我們地方政府的財力 就只有這樣 但是面對這樣子的一個 兩個很成功的戲劇 我們都非常感謝 而且餘有榮焉 市長你看現在劇組的場景 都變成打卡的熱點了 這個吸金術其實蠻厲害的 不只是國內的觀光 國外其實很多人看了華劇 也會來 我相信在疫情過後 這一波觀光 還會持續在這個 推破助欄中 那現在疫情當前 我們剛剛講到 市長剛才化身為外送員 把這些物資送來 對 這些都是 其實不需要搶對不對 其實很多 對 我是覺得說大家去搶口罩 有了搶衛生紙 有了去搶一些物資 然後搶泡麵 就怕說怕什麼 大家是真的很怕說 萬一封城了 萬一就封掉了 你封城就封掉了 人就發瘋了 為什麼 因為悶在家裡什麼都沒有 用衛生紙 你看我們那些留學生 說什麼衛生紙搶不到 只好用餐巾紙來擦 但是我覺得我們不會到那一天 但民眾去搶 你要說 我們蘇生紙講說 可以讓你擦300年 但是不管如何 就是說你就算你要去搶好了 你也去搶泡麵 又不好吃又不健康 搞不好有防腐劑 所以這是農會的很健康 這個也是 這個是芝麻麵 這薑黃 芝麻麵 這個是意麵 還有好多種麵 有這麼多東西 你何必去搶那個 市長 薑黃是有防疫的 薑黃會增強你免疫力 鳳梨也會 鳳梨有鳳梨酵素 鳳梨酵素也是增強你免疫力 而且是對身體都很好 你人健康 免疫力強 免疫力強就比較不怕 這個疾病的清洗 不一定說是新冠肺炎 你就算感冒 其他的疾病 也比較容易沒有辦法 比較沒有辦法來清洗你 所以我覺得 增強自己的免疫力是很重要 要聽市長的話 高興請到黃偉哲 台南市長來跟我們講 在疫情當前 我們要有什麼態度來面對 最重要的是健康的態度 我們要說戒身恐懼 戒身恐懼 戒身是需要的 恐懼是不需要 你太多恐懼自己嚇死自己 人家說怕是會比怕是會比較多 我們現在就碰到疫情很嚴峻 但是我們很小心 譬如說戴口罩洗手弄乾淨 但是不需要害怕 但是有時候 那你要怎麼辦 你悶在家裡 或是你整天在家裡 看電視 每次看新聞 觸目盡心 又怎麼樣 哪一國又死多少人 多累 不如到外面走走 你可以到中南部走走 因為中南部疫情比較不嚴峻 比較OK 我們可以去那邊走走 去看看所謂養成劍的場景 看看想見你的場景 去買買東西 心情多愉快 然後再坐高鐵回北部 那多好呢 另外就是當然我們這邊 這些都是好的產品 可以看到 而且都不是那種商業行為 都是農民自己種的 農會自己出的 農會自己出的 所以說我覺得 讓你度過一個防疫好好 非常OK的防疫期 大家不用緊張 要戒慎可是不要恐懼 戒慎不恐懼